是時間的人 告訴他說 嗯 你的男朋友是不是有點胖 對 你怎麼知道 一個便利超商的女生 我說 他是不是很愛吃豬肉 他說對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要 讓他少吃豬肉 不然他肚子絕對不會消 他要多運動 他說你到底是哪裡來的 我指上面 後來我做了 你知道我就知道 你知道 要跟一個正常人 一個 地球人 一個human being 講這些話 是需要多大的勇氣 因為有可能 人家會把你送進精神病院 可是我知道 這是我心裡 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產生了這些能力 而每個人其實都有 每個人都不一樣 後來我大概在那七天內 我大概跟五十個人這樣對話 我可以跟各位講 五十個人裡面只有兩個人 因為我是遠距離 我看見 我一個人是 我還記得他在一個hotel裡面 在做bartender 可是旁邊有很多的人 我知道那不是時候 就是一個直覺告訴我 這不是時候跟他說這些 但是我還是選擇跟他講 我跟他說 他就說 呃 Are you mourning for someone's laughed 然後 他先是震驚了一下 他是一個大概中年 大概一百七十公分的一個 微胖的一個 拉丁男人 男生 男性 他是說 他先是震驚了 然後後面說 No No Do you want something to Do you want anything 因為他是個bartender 然後我當下意識到 我當下才了解到 萬事萬物都有一個時間 所以我再一次強調 學校系統 跟我們現在的社會系統是假的 因為現在都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此時此刻應該做什麼 其實沒有任何萬事萬物 現在此時此刻應該做什麼 沒有 你現在覺得你要睡覺 你就該睡覺 每個人都有這個天生的instinct 但其實現在的社會 並不允許我們這樣做 但是已經可以開始改變了 等我們從2012年開始 一堆人接收到這樣子的宇宙訊息之後 其實很多人已經在籌備 2017年 現在已經是大家在轉變的時刻 所以我覺得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訊息 我需要讓大家知道 因為我不願意 我也不想要 大家一直在一個混沌當中 然後 有些人一直做錯誤的選擇 因為 那當我在冰死的時候 非常清楚 我每分每秒 當我在做錯誤的選擇 當我讓恐懼領導我 讓我覺得 我有應該做什麼 我去 逼迫自己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時候 同時我也在逼迫別人 因為我的能量就是長那樣子 而 那 會帶來 什麼樣的濾鏡 你看到的就等於是地獄 你只有無窮盡的精神的壓力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 覺得說我生活一輩子 我就是一輩子都在趕 因為你從來沒有活在當下 你從來沒有好好的吃過一頓飯 好好的吃一頓 吃個青菜 好好的真真正正的活在這個時候 然後看著你所愛的人告訴他你愛他 而這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當你選擇用愛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身體 你的能量 跟你的現在產生了極大 不可思議的轉變 但我知道 我後來齁 我在覺得說我的改變怎麼會大成這樣子 然後我在學校的時候呢 我也發現說 哇 我沒有辦法一直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生活 所以我選擇了 我開始吃一些紅肉 我在死亡之後 我身體非常奇怪 極大的轉變 我本來是 慢慢的莫名其妙開始想要 吃青菜 然後只吃魚 後來我發現 我完全沒有辦法吃任何的肉類 因為我發現 當我吃進肉類的時候 會想要吐 我就吐了 當我吃甜 吃加工的時候 我就吐 因為我身體 我明明確確的感覺到 這些食物在跟我身體的恐懼的能量 我把這個能量帶到我的身體 它讓我的身體產生無名的恐懼跟震動 因為當我們殺害他們的時候 他們是帶著恐懼 這就是為什麼 萬事萬物是息息相關 為什麼有人建議我們多吃一些陽光的蔬菜 陽光照射的蔬菜 陽光是有能量的 我到時候會錄一段 我後面理解到 所謂的我們松果體 松果體在我們腦袋正中央 但是科學一直去忽略這個地方 因為松果體 所產生 讓人產生的一個能量 跟讓人看到的一個創造力 是沒有辦法被量化的 科學 本來就沒有辦法量化所有的事情 所以愛因斯坦說過 在他最後量子力學 講了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大家都忽略 就是科學 完完全全沒有辦法解釋 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一切 而他相信靈魂 他相信 上帝 愛因斯坦一直在講 我相信上帝 為什麼? 因為他非常清楚 科學本身 就是一個 很 狹隘的 定義 就像我們今天看見的事情 我們會認為這是真的 但是其實我們看見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真的 因為每個人看見的世界都不一樣 所以 呼吸 其實就證明了我們靈魂存在 我現在可以非常非常清楚 告訴大家 靈魂存在 死後的世界 會告訴你 這世界上沒有始也沒有終 我現在 在告訴大家的東西 並不是告訴大家說 啊你就享受現在 就喝酒啊 跳舞 盡情放肆 然後盡情的傷害人 不是 而是 當我們真的察覺 覺知到 我們生命 我們的每一個呼吸 每一個狀態的時候 每一個能量 每一口 你的全身 真的我們真正的活在現在的時候 你們大家就可以了解到說 恐懼其實根本不存在 恐懼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陰謀 你會發現萬...各種世界上的動物 都是活在當下的 只有 人類 不是 或許還有其他的生命 也有稍微稍微奇妙的記憶 可是我現在 我可以告訴大家 當我們活在當下 我們完全拋開所有我們認知的時候 其實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你的身體會有源源不絕的 能... 能量 幫你 完成你的使命 不要說完成 讓你的生命 在此時此刻 一直 進步 而 進步之後的維度 是 天堂 現在這些名詞 完全沒有辦法定義的 因為... 太美了 當你真真正正有辦法 體驗到活在當下 用愛活在當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人類的潛能 無限的 一堆 現在科學會覺得 莫名其妙的潛能 有些人說 他有聽心 讀心術 有些人可以聽到 聽到顏色 有些人可以看見聲音 有些人像我的能力 我發現我是 我看到我就可以看到這個人的過去 我知道我現在跟他說什麼 對他是好的 所以我會選擇說 而 當我在選擇說的時候 前面的阻礙是什麼 就是恐懼 所以我們必須要跨越這個恐懼 我們必須要看到恐懼是一個幻覺 是 這個世界上 某一些 邪惡的人 某些 被他們的 惡魔領導的人 用來為了統治世界 把這個世界上的財富到他們身上 移到他們身上的人 而這些人其實活在 其實活在 水生火熱當中 他們活得一點都不快樂 所以變成這些人 一點都不會比較快樂 因為人類其實並不需要這麼多 事實是 當我們擁有一點點 當我們是 只吃蔬菜 當我們真正活在當下 當我們不污染這個世界 的時候 這個世界會完全改變 我們人類 心裡想到的富足是 這個世界沒有辦法 比喻的富足 我後來吃著 吃著吃肉 吃著吃 巧克力 想要回到我原來那個 跟大家可以說話的狀態 因為我後來自從我冰死經驗之後 我發現我跟正常人無法說話 因為我對世界上的 所有的事情 我變得完全喪失興趣了 因為我知道 有更好的維度 有更大更大的滿足 是在給予我們的愛 我後來會選擇 我可能就是吃一份青菜 然後我只吃了一半 我就覺得飽了 另外一半我會分給外面的乞丐 我會發現那個能量會一直回來 一直回來一直長 我的能力一直在往上長 這才是人類應該要進步的方式 而不是被統治放在一個籠子裡 這些維度 是太誇張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看到 一閉上眼睛 或是可以畫出這麼美麗的這些畫作 我後來發現 紐約很多這種畫家 很多這種藝術家 他們創造出無與倫比美妙的藝術 是因為他們活在愛裡 他們不知道自己不需要太多 所以很多他們是素食主義者 而很多國家他們就是活在這個恐懼裡 所以這種 這種情相學 這個 這個 松果體的這些東西 他們會越來越 因為他們松果體完全蓋化了 完全 聽不懂 也看不到 另外一個世界 甚至另外一個角度的可能 因為他們已經帶了一個很深的濾鏡 只看得到黑白色 可是我們其實人都有辦法去轉換這個 松果體的蓋化 就是從現在此刻此秒開始選擇 用不一樣的態度面對我們的人生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只有現在而已 而當你用愛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也會發現說 哇 我們原來每個人都有這麼重要的能力跟任務 在這邊 今天 我死後看到的世界 分享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有一點點啟發 謝謝